主料,排骨500克,辅量,油,冰煤酱120克,加饭油一勺,猪头酱两勺,黄豆酱油一勺,盐,白胡椒粉,大蒜3吧,酱5克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排骨洗净,放入肉糕压锅,放入两片蒸,少许料酒,肉类按键,口感设置成7-8成, 带点渐进,我偷懒了一下,如果没有高压锅的话,就直接煮至7-8成熟即可,剩下的糖片掉沫,还可以做成汤哦,我给了两只傻大牛泡米饭吃了,哈哈煮好的排骨,老猪费用,将调料放入银河碗里,搅拌至于费用,油锅烧热,放入蒜片,将沫炒出香味,我用的是葱油,所以没放松, 放入排骨,翻炒几下,倒入半圆的调料,翻炒至排骨全部裹剩酱料,改善锅盖,满至汤汁变浓稠,酥脂,装起摆盘,烹剪技巧, 一,丁六,将冬和烤鸭一起吃,口感酸甜,很开胃,二,如图中的汤勺,一勺等于15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new.xy,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感谢观看